中年女的婚姻能有多狼狈 只是想有老婆躲在家里生一斗 但我忍不住希望老婆最好会赚钱 不要弹大手帮问你了 明明是两个人都是为了这个家 就因为男的赚钱多一点 女的就应该卑躬屈膝 现在真是怪我没有准了妈妈的责任 夫妻俩明明没有那个能力 但丈夫依然坚持要生而胎 她生完月子都没做就是上班 到头来丈夫这么没良心 现在全屋只有你一个人 我都要上班的 你们何时回过家是没饭式 没有干净三角 两个子女上学的东西 我有没有烦过你啊 夫妻二人都是电视台的全职记者 他们的工作没有加班 只有不下班 明明是休息日 妻子却在现场见到了丈夫的身影 他答应陪孩子 已经两个月都没有实现 两个子女在家里等着你 单单等着你带他去买锅 丈夫只是敷衍地给妻子三两百块钱 下周 下周一定陪孩子 果不其然回到家之后又是一顿吵 到这一刻我还是你老公 你要逐样逐样拿出来计 那你要工人我就请工人了 你要买楼我买楼 我又嫁了烟又嫁了酒 连朋友都差不多嫁了烟了 你觉得够吗 你不是也是不满意 生活的问题已经让二人撕破脸皮 既然我在你心目中是这么差 又这么无能的 当初你又嫁给我 他为什么要受这种委屈 不都是为了这个家吗 他的武力已经化成泪水决堤 可丈夫偏偏还在这时火上浇油 但凡死话一出 今晚这个事就别想善终 够糟糕的是 当晚由于丈夫的粗心 儿子当晚就发起了烧 医院里 丈夫抱着儿子在一边 妻子在玻璃的另一边无助流泪 她的生活怎么就成这样了 中国婆婆的双标有多严重 婆媳二人在家是最恐怖的事情 婆婆一整天没有吃东西 儿媳发热烧也要照顾好婆婆 她转身高想给婆婆拿冰箱里的菜 婆婆以为她要吃就一把拦住 我没有要吃 我只是觉得您一天没吃东西 需要补充体力 她说自己不想吃 但偏要半夜三更 给儿子孙子送菜 明明自己都已经生病了 您应该多关心关心您自己 您现在一天给他们打一二十个电话 也不喝水也不吃饭 您到底为谁活着 我为他们 我要不为他们的话 我觉得我活着白活了 果然从始至终 儿媳只是个外人 没办法 儿媳只能自己冒着风险 去给丈夫儿子送菜 可没晓得第二天 披上白色防护服 再加一层黄色隔离服 戴好口罩和护目镜 我发烧了 活不第一时间捂住孙子的嘴 她躲开家里所有人 独自一人来到医院 她像一个孤魂 麻木地游荡在医院的大厅里 再次见到丈夫时 她也是一身全副武装 还下意识地后退一步 夫妻二人回到家里 发现婆婆已经帮她 打包好了行李 您是想让我搬出去吗 现在就让我搬 我住哪儿去 大街上吗 这是我家 凭什么你要我搬 我就得搬啊 不搬那就得居家隔离 婆婆给居家隔离的儿媳送饭 见识儿子开门就直接给了 可如果开门的是儿媳 啊 生手 谢谢妈 关门前还不忘在门上喷起下 平时要是我搬出去 你们的命都不用我 是吧 都是女人 就不能互相体谅一下 我怎么没有体谅 我今天特别害怕 我订的致养仪 钱已经交了 结果被别人拿走了 我怕我一口气喘不上来 我就会死啊 她又做错了什么呢 为什么三四十岁的人生最艰难 她明明那么努力 却还是被踩掉 现在老板说不开门就不开门啊 没生意不玩啊 叫我们自己回家玩啊 外来务工人员 时刻担心自己的命运 还有数也数不清的空巢老人 明明自己家里已经是一团乱麻了 也还有四处奔走的记者 还有爱儿不得见不到面的情侣 他们却不得不移地恋 她回不了家 她也见不到她 最爱的那个人永远在屏幕后面 看得见却触不到温度 经济情况越发艰难 但她只能就这样看着她 生而为人真的太苦太苦了 当突如其来的变故横更面前 当情侣 夫妻 婆媳等关系 开始出现裂痕 每一个选择和行动 都折射着人性和人性的力量与温度 未来会好吗 其实我也不知道 但生活依然要坚持下去 即使在艰难的时刻 即使生活已经很苦很苦了 但我依然爱你 即使是人生至岸的时刻 我也在你身旁 即使是苦难 也不能把我们分开 我们就要手拉着手 一起打败生活男 9月9日 世间有他 每个人都是生活的英雄 交给眼泪去暖锁 新的暖酒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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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完整